还在用十八般武艺做AI影片 用A身图 用B转视频 用C换脸 用D做口型 你猜你导出来的是啥 谁也不认识谁的AI大乱队 时间全都烙费在切换和等待上了 你那不叫创作 那叫体力活 但今天 我找到了这个终结者 Polio AI 他把所有工具 都整合成一个工作流程了 从创意到成品 一个网页 全都搞定 点好收藏订阅赞 我们马上开着 第一次打开Polio AI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也太多功能了吧 Polio AI将纹身视频 涂身视频 虚拟形象 短视频生成 与影片编辑器 五大模块整合为一站式平台 几乎涵盖了你能想到的 所有AI创作入口 更酷的是 它不仅能让你生成 还能让你再创作 每个作品都能实时微调 重新生成 修复画面 补声音 就像你在用一个AI工作站 而不是单纯的生成器 不过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太完美了 开始搞事 打开Polio AI 你将看到一个功能丰富的界面 界面顶部有五大核心功能 AI视频 AI图像 AI虚拟形象 AI短片 AI特效 下方还有一整排不同的视频模板 可供使用 比如亲吻场景生成器 拥抱模板等 种类十分丰富 甚至还有甜蜜脸吻之类的模板 清单非常丰富 其中还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惊喜模板 首先我们进入 AI生图功能 在模型选项里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Polo AI Google的Nana Banana 还有最新的Wand 2.2 这次我们先试试Nana Banana 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提示词 直接输入进去 再选好图片比例 生成数量 最后点击生成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能做出什么效果吧 效果非常不错 脸部清晰 投身比例也十分协调 完全展现出专业模特的身材感 模特已经生成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给它加点装饰 在左侧点击图生图功能 上传刚刚生成的模特图片 然后我们给它配上一辆车 再换一套服装 添加提示词 再选好图片比例 生成数量 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效果吧 成品效果非常出色 不仅完美保留了人物修长的腿部比例 换上的小短裙和帽子也十分协调 手里拿着粉色棒球棒的姿态自然 最后那只开车的老虎更是点睛之笔 我们要的每一个细节 它里面都有体现 最后我们来让图片动起来 在左上角点击视频功能 选择图片转影片 可以看到这里有刚上线不久的 Sora 2和VO3.1 两个大模型 我们先来试试VO3.1 选择FAS模式 上上模特和老虎的图片 粘贴提示词 选择8秒市场 最后点击生成 看看成品效果如何 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模特环绕一圈 小短裙也飞舞了起来 红色的车面在反光 最后镜头缓缓升起 非常精准啊朋友们 这里还有Polio AI的一个核心功能 AI影片编辑 假如你对刚刚生成的影片背景不太满意 可以直接上传这段影片 然后输入提示词 例如把背景替换成阳光明媚的沙滩 蓝天白云大海在远处闪光 整体风格清新自然 生成后我们来看看效果 你看那阳光洒下的阴影 还有海面上波光灵灵的反射 真是完美极了 做过视频的人都懂 观众的审美疲劳来得比点赞还快 想破局 给画面加点动感 让内容活起来 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 但Napolo AI就能轻松实现 视频转视频 选择AI影片转影片功能 这次我们就用这个功能 上传视频时需要注意 支持转换的视频大小不能超过50MB 50MB对应的视频时长大概在10秒以内 将刚才制作的视频转换成动画风格 在32种风格中选择现代动画风格 大家可以根据视频内容积极选择 直接生成看看效果 我还生成了指环网影片的转换 看看最终的成果 效果真的太棒了 一种老片焕然一新的感觉 还有一个Sora 2顶级大模型 可以直接在Polo AI上使用 这点非常棒 选择Sora 2模型 只需需要一句话 就能让它帮你拍电影 比如打火机广告 空中的动态变化 节奏快 时尚感 艺术感 零件组装 高科技 高清晰画质 眼睛生成 这就是我们的打火机广告 有一个小技巧 请记住这套万能提示词 简单但有效 只需要更换对应的产品名称 数量 表达方式 就能稳定产出 从汽车到口红 每个效果都很好 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啦 总结一下 整个流程下来 我没切换过任何网站 也没写复杂代码 生成 编辑 再生成 一气呵成 所以我想问你一句 如果AI能帮你 一站设做出动画短片 你还会继续拼拼凑 一个个模型去跑吗 在提论里告诉我 下一轮我们准备放大招 看看AI能搞出 多离谱的花样 你想看谁先上场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